哈囉大家好 在這集影片當中呢 我們要來教大家 怎麼樣DIY屬於你自己耳朵模型的耳機 DIY耳機的話 它除了是你自己耳朵的模型以外 酒袋會比較舒適 然後密閉性也會比較好 玩家的話呢 你可以針對裡面的動鐵單元 或者是你想要搭配動圈單元 都可以達到客製化的效果 耳機的顏色還有它的紋路花紋等等 也都是可以依照你個人的喜好來達到訂製的 接著會介紹一下我們所要用到的所有材料 以及整個製作的過程 首先需要拿到這個海綿 這個是要在製作耳朵模型的時候放在耳道裡面的 接著需要使用專用的耳朵模型的AB膠 來製作耳朵模型 做出來的耳朵模型可能大概是長這樣子 石蠟是用來包覆耳朵模型的 用來修補一些漏洞 彌補一些缺失 這兩個框框呢 這兩個盒子呢 就是用來翻 翻模型用的 勾針 或是看牙齒那種勾針 它可以幫助你浸泡蠟 然後或者是從膜裡面脫膜 接著呢 這個翻模使用的東西 是一個叫窮汁的東西 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窮汁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說穿了 它就是洋菜 就是做果凍那種洋菜 如果你沒有窮汁 也可以用吉利冰片來取代 但吉利冰片的話 它的效果可能會沒有窮汁來的好 因為窮汁在40度C以下 就會有凝固的效果 而且會更硬 那吉利冰 吉利冰的話要冰到冰箱裡 那它也比較容易受到溫度的影響而融化 接著是UV膠 UV膠 就是我們要來成型的一個工具 那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好 去搭配不同的色金 或是珠光粉 來調配你的耳機顏色 那最後呢還需要有一個亮光油 亮光油可以讓它的色澤 可以呈現一個更透明更漂亮的色澤 反光 你看 發亮 那在其他的部分呢 你會需要用到的包含有這些 打磨工具 鑽孔工具 那或是不同硬度的 不同硬度不同尺寸的打磨工具 透過圍形的這個小鑽子 來輔助我們操作 那使用UV膠的話呢 那一定需要用這個 把它拿過來一點 UV膠一定要使用這個 這個UV燈 來去造它 讓它固化 那這個東西就是一般在外面做指甲用的 36W的UV燈 在耳機內部單元的話呢 一定會使用到的像是導線 動鐵單元 阻尼 可以依據高低音 然後搭配不同的阻尼 來達到調音的效果 有一些去除齒音的功用 導音管 那導音管 隨著導音管的長度 彈性 還有阻尼的阻抗速 等等 都是 調音的關鍵 阻尼安裝工具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阻尼 可以推到導音管裡面 接下來這個是接頭 耳機接頭 我這邊手上拿的這個是MMCX的接頭 那你也可以使用像UE的接頭 就是兩隻PIN角 0.773還是0.7級 UE的接頭也是可以的 因為客製耳機 所以你想要用什麼都可以 的做法都是可以的 那我這個的話 就是使用MMCX接頭 然後搭配上藍牙線 這耳機膠的話它就是會 需要黏著動鐵 動鐵單元跟導音管 需要做一些接著 那這耳機膠它其實帶有黏性跟一點彈性 QQ的這樣子 那以及你會使用到那個焊槍 需要來對動鐵單元上面 還有線導線上面做一些焊接 好那這樣以上的話大概就是 我們會用到的工具 基本上是這樣 製作耳機的第一個步驟 首先就是要製作你自己的耳朵模型 好那把你的耳朵清潔乾淨以後 把海綿放進去 然後綿線留在外面 那放的深度位置大概是要到 第二個耳彎處 我們可以看一下 你這樣可以流出一些空間進來 接著混合AB膠 然後用手去搓揉搓揉 那它這個東西非常快就凝固了 所以大概在混合以後 10到20秒左右 你就必須要趕快把它放入你的耳道中 填入你的耳道中 你可以去買一些專用的那個針筒 然後用注射的方式注入你的耳道中 如果沒有針筒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篩的方式 像我們這裡都是用篩的方式 其實看起來樣式也還不錯 也都還蠻完整的 如果這邊你怕失敗覺得說有風險的話 那也建議你們到專門的聽力檢查的一些店家 他們也會協助你來做耳朵的模型 第二個步驟 當我們有了耳朵模型之後 我們就是要去精修它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還沒有修過的樣子 這只是大概把這耳朵輪廓剪出來而已 那我給你看一下 像這個是修剪過的 修剪過的話 邊緣就非常的平滑 邊緣非常的平滑 然後有些部分都是可以先經過一些打磨 那這個修模的要點呢 就是盡量我們把所有的線條 不要讓它有菱角 線條都讓它修掉 這是還沒有上蠟前的情況 可以看一下 有很多的凹洞 那我們現在要來上蠟 把蠟完整的覆蓋住每一個位置 大概像這樣子 讓它表面上有一層蠟 接下來我們把熊汁也來隔水加熱 讓它融化掉 經過在室溫下放置大概一個半小時 它現在已經是完全凝固了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來 我們可以先把它的邊緣這邊 可能稍微先化開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用這個勾針把它給勾出來 比OK 好 比吉利丁稍微再硬一點 可是它的模子的形狀保留得非常好 另外一個也是一樣的做法 OK 好 模子的形狀保留得非常好 好 現在要進入的是調色程序 那我們先把UV膠 倒進去這個調色的小盒子裡面 試試看做半透明的效果 所以可能只要滴一滴就好 好 這樣子 一滴就好 OK 一滴的話有點像是 有一點顏色出來了 好那我們再加入珠光粉 讓它有一點星空夢幻的感覺 亮亮的 好先這樣子試試看 攪拌一下 哇 整個變成金色了 好接著我們將調好色的UV膠 來注入我們的模具中 好接下來的步驟呢 我們就是要讓它進去UV燈裡面 好我們先用30秒的時間 那很重要的是我們記得 一定要有一個蓋子要把它給蓋住 一定要把它給蓋起來 這樣子它上面的膠 才不會去硬化 固化到 那我現在先看一下它固化的成果 來我們先把裡面的裡面多餘的這個先倒出來 好清理乾淨了以後可以看到 它就是有一個剩下一個中空的一個殼子 那我們必須要再進去造 那讓它直接烤乾裡面 殼烤乾了以後啊 就可以來做脫模的動作 好這樣子 拿出來 嘿 哇就是一個非常完美 你看非常完美的耳殼 厚薄度剛剛好 裡面還有非常大的空間 可以讓你放那個耳機的洞鐵單元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 UV膠 倒在一塊 墊子上面 就是一個塑膠墊上面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它後面的蓋子 等一下當我們把動鐵單元都做好以後 就可以 蓋上去 那可以看到中間這個是耳朵的模型 然後 翻出來的殼子 就會是這樣 好 非常完美 那加上這個四片是它的後面的外殼 到時候我們把 動鐵放進去後就把它蓋起來 就可以封住 接下來的步驟呢 就會進行 一連串的打磨 包含有一些 不是很 很好的地方 很漂亮的地方 邊邊角角的地方 會進行一連串的打磨 去把它修平 在這個階段呢 我們現在已經換上了磚頭 那我們就要來磚 耳機的 開孔 導音的開孔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齁 這邊已經完成了磚孔 這孔開得非常的好 然後左右兩邊都是一樣 那這邊我們選用的是一顆 NOS的複合單元 它是一顆代號名叫31732的複合單元 那這邊這樣子單邊的話 它已經幫我們做好了分屏 所以它這裡面等於是一個 三單元的複合 的動鐵 我們把導音管剪一下適合的長度 那我們選配的阻尼呢 分別是一顆白色的 跟 跟一顆紅色的 白色的話就是680歐姆的 用來過濾高音 那紅色就是2200歐姆 用來過濾低音的阻尼 那在這邊建議大家 主尼安裝工具呢 一定要買 不要省這小錢 因為它可以幫我們安裝 容易很多 不然如果你要用這套管 剛好這樣子套進去的話 其實非常的困難 裝好主尼的導音管 長這樣子 接著呢就是要上耳機膠 把導音管跟動鐵 這邊上膠把它黏牢 這邊我們來說明一下喔 這邊左邊的這個點是腹肌 右邊的這個點是正極 那在MMCX街頭的話呢 在中間這邊就是正極 旁邊兩邊都是腹肌 那旁邊兩邊 我們只要選一邊接就好了 那等一下我們就把 這個導線 正腹肌給焊上去 好各位各位看看喔 焊接好的樣子 接下來我們會把它 放進去 目前這個杯蓋已經封上去了 那剩下最後的步驟就是 把邊緣裁剪以後 把它修圓 再來最後一個步驟呢 就是我們要加上 美化 你可以依照你的個性 你的喜好 然後讓你的特色耳機 用有個人的特色 最後這邊我們要來 給它表面塗上一層亮光油 讓它看起來有一個反光透明的感覺 增加它的質感 對面對著 增加它的水平 讓它們展開 增加它的水平 超級大小的水平 那麼小的水平 還有其他在那裡 有個水平 然後再放在那裡 在那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